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议长戴席亲、立委王洪为、徐巧新等嘉宾及局处首长一同进行动土仪式 宣告西宗国小学生活动中心新建工程正式动工 市长蒋万安表示西宗国小长期缺乏室内活动中心 只要一下雨就没有办法集会 大太阳办活动,学生也只能站在操场晒太阳,真的非常辛苦 完工后的活动中心不仅满足校内学生多元活动空间需求 也提供在地周边社区停车空间 长期西宗国小缺乏一个室内活动中心 下雨天就没办法集会 毕业典礼要到校外借场地,非常辛苦 而且以前我来参加园会 大太阳,哇,同学也要在操场上面 在这边聆听 很辛苦 而且我们很多在地里长都反映 这边缺少停车空间 所以我上任之后 就积极地跟局处说 一定要尽快完成规划设计 赶快动工 让活动中心尽快地落成 所以很高兴今天看到 我们未来的规划 地下两层,地上六层 停车空间车位有256格 机车有280格 我们希望能够不只是为学校的需求 为在地,我们双山区周边的乡亲提供充足的停车空间 楼上六层,有综合球场 有教室,有游泳池,还有幼儿园等等 就是希望带给学生 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多多元运动的空间 那当然今天来 我想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西中国小这样子指标的学校 终于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活动空间 活动中心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 包括校舍改建 重新这样的规划 能够持续营造一个更 育儿友善的环境 因为今天下午 我就会参加 因为东京都知事 邀请我还有跟曼谷市的市长 有一个线上的对谈 就是要来分享我们三个亚洲主要城市 怎么样面对少子女化的问题 经验的分享 所以我想很高兴 西中国小今天能够活动中心的动土典礼 有这么多的贵宾参与 工程总楼地板面积为23762.8平方公尺 规划新建地下两层 地上六层 刚购多功能活动中心 包含游泳池 幼儿园 演艺厅 韵律教室 综合球场等空间 地下停车场 则规划256辆汽车阁 及280辆机车停车位 我们这个学校很特别 它刚好就紧连着南京东五段的精华商业区 所以整个的停车需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案子里面 我们考虑了整个未来学校的发展 我们将具有学校里面的南云楼 中型楼 还有部分的校舍 这些老旧校舍 我们把它给拆除掉 我们新建一个地上六层楼 结合有幼儿园 综合球场 游泳池 还有一个表演教室的一个学生活动中心 同时我们附建了 在运动场下面 我们附建了两层楼的地下停车场 我们这个案子的话 预计我们会新建地上六层楼 地下两层楼 总楼旅展面积 大概是两万三千七百多平方公尺 大概差不多八千多平左右 那整个在用途上面 地下层 我们会做汽车停车场 还兼这个防风避难室使用 我们设置的汽车两百五十六席 机车两百八十七 在这些格位里面 还包含电动车位 电动车的停车位 或者是重型机车的车位 都在这个里头 地上层的话 我们包含了幼儿园 展演教室 众楼球场 还有一个二十五公尺的游泳池 全部的工程 目前现在工程的契约金额 大概二十点六亿 我们预计是在一百一十六年的九月 我们会完工 我们工程盖完之后 我们大概也会有几个三大的这个效益 我们藉由这一次的老校舍 我们把它给拆除重建 我们希望在新的建筑物里面 它可以有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它完全设计 依照目前现行的这个耐震法规 来做设计 同时我们在设计过程 在施工过程 乃至于在未来学校校舍 它在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将静零碳排的这件事情 这个观念我们把它给融进来 所以它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建筑人校 让西中国小变成一个永续的一个学校 工程预计一百一十六年九月完工 整体规划导入绿建筑设计理念 未来将申请黄金级绿建筑标章 并提供全校师生及社区居民 一个优质永续友善且安全的教育及活动空间 记者离聚会台北报道